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 12年国民基本教育新课纲 技术型高中化工群的课程纲要内容 本次将从新课纲改了什么 校定课程怎么做 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以及与一般科目的关联等四个面向 协助大家对技术型高中化工群课纲 有概略性的认识和了解 第一部分我们先介绍 12年国教新课纲改变了什么内容 12年国民基本教育自103学年度起实施 总纲易于103年11月公布 技术型高级中等学校群课课程纲要 则在107年12月底发布 并于108学年度正式实施 其能顺利推动新课纲 落实课程研修理念与课程目标 本次课程研修特色为 强化学生的基础专业技能 化工群课程设计以对应职场需求之能力 新增技能领域课程 以培育不同科别学生的职场就业能力 此外 为建构学生的基础素养 新课纲配合专业知识 融入职业安全及卫生 职业伦理与道德 环保及劳动法令之内容 并在学习表现中增加核心素养之系统思考 创新应用 美感鉴赏 沟通协调 团队合作及问题解决能力等 以含育学生社会责任及公民素养 并为未来发展做准备 从99课纲到12年国教新课纲 可发现务实致用的专业技能 仍然为重要目标 更进一步强调核心素养 在教育目标的基础价值 因此化工群课纲 一一循这样的理念 进行提纲窃领的规划 在新课纲规划里面 在内容及架构部分做了调整 包括一般科目 国因数可以适性分组 布定专业与实习课程加以修订 令新增技能领域 在校定课程方面 降低开班人数 引导开设跨班 跨科 跨群选修课程 增加弹性学习时间 丰富学生在专业能力 及核心素养的培养 布定课程与校定课程 再加上弹性学习时间和团体活动 形成本次新课纲继高课程架构 其中在布定群实习科目里 增加了科通用的技能领域 化工群 群共同课程包含群共同专业科目28学分 及群共同实习科目14学分 全部合计42学分 技高新课纲布定课程中 新增了技能领域的规划 而技能领域的形成 细把化工群里属性相近之科别 截取共同基础技能 所形成技能科目之组合 借由技能领域里的共同课程 培育学生跨科别之 共同基础技术能力 为了培养学生跨科之 共同技术能力 化工群共安排两大技能领域 包括化工及检验技能领域 以及防染及检验技能领域 各科别可对应到适当的技能领域 把化工群四个科别和技能领域 化成对照表 每个科别都会对应到一项技能领域 以符合该科之未来职场需求 例如化工科会对应到化工及检验 这个技能领域 新课纲相对于99课纲 除了配合产业技术发展 对布定专业及实习科目进行检视调整外 更进一步规划 新增了技能领域 每个技能领域都有两个科目的课程规划 例如化工及检验技能领域 包括了化工装置实习 化工仪器实习 共12学分 群共同专业科目中的普通化学 是由99课纲延续至今 其中课程内容的差异 在单元1化学的认识中 增加了化学与永续发展 单元2 剂量化学中增加了原子利用率 单元19 则新增生物化学这个单元 群共同专业科目中的分析化学 是由99课纲延续至今 并在单元8层吸法中 增加薄层与氯脂层吸法 管住层吸法 群共同专业科目中的基础化工 是由99课纲延续至今 新增的部分 在单元4晶体的性质中 增加了米勒指数 晶体X射线绕射 易晶 单元7新增电化学 单元8热力学中 增加了宫 理想气体的循环过程 单元12则新增基础电宫 至于删除的部分 在单元2气体的性质中 删除了超灵界流体 单元5介面化学中删除了胶体 单元6项与项平衡中 删除了共费混合物 单元11程序控制中 删除了自动控制仪器 电脑自动控制系统 增加控制器与控制阀的总类 并将品质管制与工厂管理的单元删除 群共同专专业科目中的化工装置 是由99课纲延续至今 其中课程内容中单元1 化工装置中 新增化学工业与化学工厂 原本99课纲的群共同专业科目 化学工业概论则予以删除 但学校可是需要于校定课程中开设 新课纲课程修订原则 强调强化务实致用与落实课程连贯 所以将原本校定必修的 普通化学实习加入布定课程中 同样的为强调强化务实致用 与落实课程连贯 原本校定必修的分析化学实习 也加入了布定实习课程 新课纲为了强化学生实物技能 充分连结产学关系 由化工科与环境检验科 新增化工及检验技能领域 包括了化工装置实习 与化工仪器实习两科目 其中化工装置实习的教学目标为 着重于理论的实物验证 并加强工具及仪器设备的使用 至于化工及检验技能领域 另一个科目化工仪器实习 教学目标则是着重于 验证化工的理论基础 包含仪器设备使用 电脑软体及自动控制应用 另外为了使仿制科与染诊科学生 可以学习彼此基础的技能 以便达到跨域整合的目标 由仿制科与染诊科新增防染及检验技能领域 包括了防染实习与防染检验实习两科目 其中防染实习的教学目标为着重于防染理论与实物验证 并加强工具使用 仪器设备操作与保养 而防染检验实习的教学目标 着重于仿制品、物性与化性检验操作 如使用工具、仪器设备、试验制作及评级判断等 学校可以以下四个方式选用布定科目之教材 一、国教院审定版 二、中央主管机关编定版 如国教署请相关群科中心编审之教材 三、讲助出版业者编辑审定版 即四、经学校课发会审查 并决议通过后使用的学校自编自选教材 新课纲翻转过去以教师为主体的课程设计 强调教育应以学生为主体思维 核心素养成为课程发展的主轴 为了让学生适应现在的生活 面对未来的挑战 所以在课程教学上要重视知识的运用 能力的增进与学习态度的养成 核心素养分为三面九项 三面指的是自主行动、沟通互动及社会参与 九项就是指三个面向下所产生的具体内涵 为了让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 因此强调情境的实际运用 以及跨领域与科技的整合 并在生活中实践以培养学生成为 务实致用之终身学习者为目标 透过素养导向的教学活动及课程 可务实提升学生的竞争力 既高学生之学习 一般科目同谱高及纵高对应领钢核心素养及学习能力 而专业及实习科目则同时对应群核心素养和科专业能力 技术型高中学生的专业能力需延伸到核心素养的实践 举例来说 应用知识与技术 精确配置药品就是有专业能力的表现 而能做到药品取量不浪费 遵守实习安全操作 肺益处理得宜 则是具有核心素养的专业表现 在12年国教新科纲中 化工群规划的群核心素养共有6项 各校之化工群科应参照群核心素养 科教育目标 专业属性与职场发展趋势等 研定科专业能力 并进一步的规划校定课程 在12年国教新科纲中 各科目都有清楚名列学习表现 主题、学习内容 举化工装置为例 学生在学完化工装置后 会有三项的学习表现 而上课所需要的学习素材 即是主题及学习内容 第二部分 校定课程怎么做 化工群各科可依据学校特色 职场需求及学生生涯发展等 依其专业属性及职场发展趋势 研定各科的专业能力 于校定科目约62至72学分内 发展以学生跨班自由选修之校定课程 并形塑各校课之差异特色 在课程发展时 布定课程示意国内产业人才需求加以规划 校定课程则是依据学校愿景 学生图像及在地产业人才需求 加以订定科教育目标及规划校定课程 并透过课程实施培育产业专业人才 以下说明新课纲校定课程的规划步骤 我们先以学校周边产业人力需求及职场进入为基础 进而确定科教育目标 并建立科专业能力 依此规划校定科目 规划流程便经由这四个步骤 最后一个步骤是完成课程地图 学校在规划校定课程时 同时需规划所要办理的选修课程模式 包括同科单班、同科跨班、同群跨科、同校跨群 以及跨校选修五种 学生可进行跨班选修 选修后每班最低人数为12人 为了让校定课程规划能循序进行 我们利用科教育目标、科专业能力 及学生图像对照表来进行规划 首先以学校周边产业之地图为基础 汇集出对应在地产业需求之行职业别 或参考主基础、毕业生就业流向等资料 进行人力需求分析 这张图是学校邻近产业聚落图 说明以学校周边产业之地图为基础 汇集出对应本科在地产业需求之行职业别 以沙路高工化工科为例 学校周边有化工厂、石油化学厂及科技材料公司 会有实验人员、技术员、生产操作员、仓管及销售等产业人力需求 纺织科与燃整科亦可以相同方式 搜寻出相关产业之人力需求 经过产业人力分析后 以此为基础 结合各校各科之现况、特色及发展规划 发展出科教育目标与科专业能力 因此各科会因学校周边之产业与科之特色发展 而发展出不同的教育目标与专业能力 最后再与学生图像加以对应 我们可以发展多个科教育目标及专业能力 而一个科教育目标则可对应多个科专业能力 在规划时便要考量学生基础能力的建构 选修课程的专业分流及跨域能力的设计 基础能力如同新车的标准配备 而专业分流或跨域能力则如同新车的选配概念 科专业能力已展现该科之特色及专业发展 并包括知识、能力及态度 接着再将每一个科专业能力 一一与学生图像进行双向对应 对应的实心原点代表该专业能力 与学生图像是高度对应 空心原点则是低度对应 以化工科为例 科教育目标及科专业能力的对照表中 以学校附近产业需求人才为基础 科内老师讨论出科教育目标 再以这些目标为科发展方向 让学生透过学习后 可以学到符合人力需求的科专业能力 我们以颜色来区分其相关性 如科教育目标第一项 即对应科专业能力的第一项基础能力 第二项则是技能领域所培养的能力 而科专业能力的第三至六项 则是代表分流能力 并可对应到科教育目标的第三至六项 科教育目标的第七项 与科专业能力第七项相对照 主要是职业道德及继续进修的态度面向 由科教育目标发展出来的科专业能力 则可以与学校的学生图像做连结 如第一项科专业能力为具备化工、化学相关操作 与检测分析之基础专业能力 与学校的学生图像对应后 发现其与专业力、就业力等两项是高度对应 故于以实心圆点显示 而与竞争力、品格力两项是低度对应 则填上空心圆点 其余的科专业能力皆以此方法与学生图像做对应 科教育目标与科专业能力的发展 需要请学校召开群课程研究会及科教学研究会 其中科教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为科专业科目教师 亦可邀请一班科目及其他群科教师共同讨论 由科专业能力发展出专业科目及实习科目 再由科专业能力及科目的对应 便可构成基础能力的科目 包括布定科目和校定科目 而分流或跨域能力的科目 就形成适性洋才的校定跨班选修科目 我们利用专业科目、实习科目及科专业能力对照表 进行校定科目的规划 这张表格上面一列是科专业能力 左边则是科目的规划 学校在科目规划后便能和科专业能力一一对应 规划校定科目时 首先可盘点99课纲的科目 以及新课纲布定必修科目 再将各科目和科专业能力加以对应 并考量科特色课程及对应科专业能力所需增加的科目 当发现科目无法对应到科专业能力 与科教学研究会时即可加以讨论该科目是否删除 或单元内容加以调整 在对应科专业能力及科目打点时 请务必召开科教学研究会讨论 实行原点代表高度对应 表示该科目中有章节名列 空心原点代表低度对应 表示科目中虽没有章节名列 教师与授课仍会提及 若无对应则留空白 开设选修课程是为了不同能力的孩子 能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专长科目 也就是适性洋才 依总纲规范 学校开设之选修总学分数 应大学生应休息选修学分数之1.2到1.5倍 专业科目、实习科目及科专业能力对照表中 可看到科专业能力与各科目间的关联性 以杀戮高工化工科为例 校定必修科目中的化工原理 与科专业能力中的第1项与第6项有高度对应 故填入实心原点 而其与第2、3项是低度对应 故填入空心原点 最后其与第4、5、7项没有相关 则予以保持空白 其余的科目皆以此方法与科专业能力做对应 科目与科专业能力表完成后才能画出科课程地图 科课程地图可呈现所有老师们想要培养孩子们的专业能力 而每一个专业能力要修什么科目 就可以让家长及学生清清楚楚看到 也同时让学生知道选修课能选择适合自己的课 所谓课程地图是将学校本位课程图示化 以呈现课程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让学生方便掌握各学籍的课程选修资讯 并了解各类课程及各个科目与哪些能力有关 以及与哪些生涯或职业发展有关 课程地图未有致式格式之规定 只要能清楚呈现说明即可 以化工科为例的课程地图 我们可以看出教育目标如何透过课程 来达成各科目与专业能力之关联 第三部分介绍 活教署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为使新课纲实施能够稳健与顺利 教育部在107年相关计划及预算中 皆已拟定相关配套措施 完善各项法规配套 全面盘整及检视现行相关法规 新增及修订多项法规 必学校具已规划新课纲课程 第四部分与一般科目关联为和 一般科目之开设在社会 自然科学 艺术领域 各校可依群科属性 议题融入 学生生涯发展 学校发展特色 师资调配等弹性开设 学生至少休息两科目以上 因此依照本群属性及本群专业知识 与一般科目连接关系 建议艺术领域开设音乐及美术两科目 自然科学领域至少开设物理及化学两科目 社会领域至少开设历史及公民两科目 在自然领域可以研拟跨科同整型 实作型及探究型课程 以专题实作生物可降解高分子为例 结合了一般科目的物理 化学 生物等课程 再加上有机化合物的制备与反应 能源的开发与利用 资源的保育 利用与再利用等多方新知 可以帮助学生在专题制作中 有更深入的发挥 在专业及实习科目的开设上 请各校注意与一般科目学习内容的衔接性 例如本群开设普通化学时 其学习内容需具备平面坐标系 比与比值 多项式的基本概念 能量间的转换 温度的概念与热平衡 介绍国际单位系统 大气压力 原子结构与光谱 物理学在其他基础科学的关系 等学习内容之知识 请注意是否已修习过 数学及自然科学等相关学习内容 除了布定科目与一般科目连接外 在开设校定科目 亦可检视专业及实习科目 与一般科目之衔接性 举例说明 以本群化工科校定科目化学计算为例 在开设此科目时 需检视其学习内容与数学 自然科学 国语文及英语文等学习内容之 是否已修习过所需的知识内容 感谢各位老师的聆听